大家好,我是苏子云 今天我来到乐益讲堂找思讯老师一起来漫谈庄子 大家好,我是思讯老师 这里就是我们的乐益讲堂 我是乐益讲堂的创办人 我在出版业服务已经做了三十几年了 那我也是这个剑桥哲学词典中文版的主编 这是我在出版业里面对台湾出版的一个重大的 不是重大,小小的贡献 我是南华大学哲研所毕业 然后其实我本科是念图木系 但是因为对人文的东西很感兴趣 对古典的东西很感兴趣 所以我工作几年之后我就再去念一个哲学研究所 然后后来另外哲学研究所出来再工作几年 结果想不到这个学校竟然选我为杰出校友 非常感谢这个南华大学 那这个我现在是开了一些课程 每个礼拜我们开一个易经课程 然后我们也在上这个老庄的课程 那将来我希望还能够开其他的 其他的课程 比如说这个金刚经的课程 孙子病法的课程 这个在未来我们都会一一把它变成一个课程 欢迎大家来参加 谢谢 那现在呢就是跟我们一起来漫谈庄子吧 好 大家好我是苏子云 今天呢我来到乐意讲堂 跟思逊老师一起来漫谈庄子 我是思逊老师 我是乐意讲堂的创办人 那我现在在出版界工作 我是如果出版的总编辑 老师我跟你说 我前两天 我就陪一个朋友 就是他最近生活非常多瓶颈 他认为就是过得适事不顺 他就想要去算命 然后我就说哦好好啊 我就我们就吃完夜市 我就陪他去这样 然后去算 然后那个算命的老师就跟他讲说 哎呀你就是太都太想得到了 所以你就是太执着 就会过得很痛苦这样 然后他就说 那这样我以后要怎么有钱 他说你不要执着这样 然后老师就说 哎那跟你有缘 那我身边顺帅你的 然后他就看一下 他就跟我讲说 哦像他他以后就会很有钱 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赚钱 所以他就很有钱 我就觉得蛮开心的 以后请你去日本玩 蛤真的吗 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 因为我没有想要得到 所以反而他追着我跑 哦 会不会 所以我也不用想要得到 你请我去日本玩 然后我就会真的被你请去日本玩了 没错 你绝对不可以想要得到 对 是 他就会自然发生 这个好像跟 某一种 就是有一种方法 不是叫做心想事成的方法 那个叫做 反向 对 你的这个刚好是跟他反向的 对 他那个就是一直叫你想 一直叫你想 嗯 然后叫你正面的想 然后就会吸引正面的能量 好像这个叫吸引力法则是不是 没有 老师我跟你讲 吸引力法则 他不是不可以存在 就是你可以往美好的向往去想 但是呢 他很容易走火入魔 如果你想多了 他就会变执着 哦 谢谢 对这个世界上太多人的吸引力法则 是太执着 然后就变得很痛苦 就每天要很正向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很执着这样 反而你心情没有放松 哦 是是 对 吸引力法则不能乱用 所以用过度了 反而就 就变执着 不吸引力法则 对 反而是相反 对 不吸引力法 听我在那边乱讲 那庄子是怎么讲的 我们上次有讲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人想到北方去寻找真理 那遇到了两个隐士 第一个隐士呢 北方的是说 根本没说 不知道 他说不知道 根本没说 他其实不知道 我觉得这三人自己有他的意义 对 然后遇到第二个隐士 第二个隐士是说 这个我可以说 但是 但我忘记了 对 想说马上忘记 所以他就又往南方走 碰到第三个 是皇帝 那大家知道皇帝在古代传说是一个 很聪明 很有智慧 什么都懂 什么都知道的一个人 对 所以他就问他 皇帝就回答他说 当你没有要得到的话 你就得到了 对 是 我觉得他听起来乍听之下好像被耍了 我不知道 我忘了 你没有要得到就得到了 我觉得一般人会觉得他被耍 对 但这就是庄子要讲的 他庄子又透过 透过这个故事 他要讲什么呢 他要讲 他讲的是说 真正的真理 真正的真理 不是我们用现有的知识 用我们所知道的这种思辨的能力 或者一般讲的智慧 不是用这个的去得到真正的真理 没有 真正的真理不是这样子得到的 所以 所以你去问他 他就不知道你在问什么 你用语言 怎么是用语言去追求真理呢 你用语言去问 你基本上这个问题就问不到答案 他这个东西不是 我们的知识其实就是用语言所建构出来的东西 我再讲一次 我们的知识就是用语言建构出来的东西 所以他想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我的知识 以我的知识为基础 我去明白什么是最高的真理 什么是生命的真理 庄子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 你找不到 那为什么最后这个皇帝他可以说得出来呢 因为后来他说出来了以后 这个知北游就继续问皇帝一个问题 他就说 他又把之前遇到的那两个影视给他的回答 他问了皇帝 他告诉 他把描述了一次给皇帝听 然后问皇帝说 你们三个人回答的方式都不一样 那么请问谁才是真正的知道 是没有回答那个人知道 还是想回答却忘记了那个人知道 还是你用具体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后 你才是真正的知道的人 就是都是知道也都是不知道 你这个太有生意了 你这个叫做般若智慧 是啊 我是般若 对你隐隐然就碰到了 碰到了般若智慧 但当然般若智慧还要再往生一层 但是这个战前不论 我们先把般若智慧放在一边 回到这个地方来 皇帝的回答是说 很明确 他就回答 那个说不知道那个人 才是真正知道的人 那个想要说又忘记的 那个人呢 那个人他接近于知道 但他也不是真正知道 他接近于知道 那我直接把它用语言表达出来 其实我距离知道很远 虽然也可以在一点边 那就是一点点而已 其实还是距离很远 他的回答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三个回答 在配合上皇帝最后的这个说明 这个就是庄子要告诉我们的事情 其实很有生意 当你知道答案的时候 你发现你不知道了 那个时候才是答案 你太好了 你真的是 真的是有慧根 老师不要再讲了 这样子他会以为我们再捧来捧去 因为我们在互相标榜 所以我们私底下套招互相标榜 好好好 那我忍耐一下 虽然真的是有慧根 那庄子这个意思就是说 真正的真理 生命的真理 或者最高的真理 不是用语言 不是用知识 去表达 也不是用这个东西去追求的 你没办法用这个东西去追求 所以我就想起到说 我就是我心里 就是说我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我到底 人生就这么一眨眼 也不要这样说太悲观 人生就这么短短的 我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平均说明才七十几岁 那因为现在又这么多年 二十几年三十年下来 我们的平均说明又提升了快十岁 那我年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 人生短短七十年 那一下子就过去了 那我们要怎么过这辈子 才不会觉得那是白来了 早知道就不来了 既然来了 总不要浪费这个生命 那怎么样才可以不浪费你这个生命 怎么样才不会让你觉得过完好像是拜拜过了 一点意义也没有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就在想这件事情 可是我真的为了这个事情 为了想要寻找到这个答案 我呢 我读了非常多的书 看得出来啊 白头发吗 对啊 看得出来 我真的为了寻找这个答案 我读了非常多的书 我念中兴大学 我那个念大学的时候啊 借书还要写 那个每一本书后面还有一个小卡片 你要在上面写你的姓名什么 就借书卡 它其实就跟那个一般小时候图书馆很像 对 但因为现在都用扫的了 就没那个问题 我那个时候还有借书卡 我后来算了一下 我平均大概大学 我大学其中有一年了 我还休息了一年 所以我那五年当中 我大概读了 在从图书馆里面借出来的时候 大概有一千本 哇 我大概读了一千本书 那代表你一个月读几本 通常大概每一次就是借五本 因为它就是借 它最高就最高量就借五本 所以我就每个礼拜固定五本去五本回来 当然不是说每一本都读 如果喜欢的我就会读多一点 如果有一些就大致翻一翻 大概就了解 知道这个书在讲什么 然后我也不想深究 就大概知道就好 就这样就还回去 所以就是大概每个礼拜 当然有很喜欢的 我就会再续借 可能会借两个礼拜或四个礼拜 对 可能就会 因为它可以借到四个礼拜 如果很快就读完就一个礼拜 正常两个礼拜 有一些会留到四个礼拜 那我这样平均算下来 大概整个大学 就这样我大概借了快一千本书 哇塞 但不是 我不是要讲这个数量 读万卷书 对 但我还不到 十分之一 万卷书的十分之一 我要讲的是说 我总觉得我很年轻的时候 内在就有一种渴望 想要明白到底什么是生命的真理 我觉得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明白 我好像知道 那我应该问你 我那时候 我早一点认识你就好了 我讲不出来啊 我不知道啊 所以你不用读一千本书 你就知道你不知道了 你就已经进入到那个 隐世的那个阶段了 对 我从以前就这样觉得 不知道是自我感觉良好爱 不是不是 这是真正 你一定是前辈子 已经都读过了 有读书是 前辈子你该读的都读了 这样很深 因为我每次跟父母吵架总会说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该知道的前辈子都知道 你这辈子就把那个结论留下来就好了 哦 你就把结论带过来就好 那个那些 因为那个带太重了 带不过来 那些知识的东西太重了 带不过来 你就带结论过来 对 带结论过来就好了 哦 这也就是说 那个知识的东西不会跟着我们走 嗯 然后带结论过来的话 就会往下一阶段走 对 也就是 你知道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不真实 就是那个 你带不走的就不是真实的东西 嗯 比如说就是那些知识的东西 就跟钱财你带不走 对 钱财你带不走 也是 所以那个不是真 也不是说假的 就那不是真正的真的东西 真正的真正的东西会跟着 会跟着你走 会跟着你走 所以 就你只要带一个对的结论走就好了 哇 听起来很厉害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哪怕我读了一千本书 我的结论跟你一本书都不读 是一样的 哦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透过读书 透过语言 透过知识 明白什么是真理 反而就是你读了这么多之后 发现跟当初是一样的概念 对 虽然 我读了这么多书 我还没有找到真理 可是不能够 然后我就马上下结论说 读书跟真理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你越读越找不到真理 我不能下这个结论 我只能说我读了很多 而且我很认真的 我一直心里一直抱持这个问题 可是其实我怎么读 我花了五年七年 我还是没有办法找到那个生命的真理 这个是一个事实的陈述 所以我后来退伍 然后到这个出版业工作 工作了一段时间 工作了大概一二三四六七 大概工作大概七八年之后 那么我又就是隐隐然那个想要追求那个答案的那个 那种渴望又跑出来 因为你刚开始进入职场工作 这眼前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好像被那个世界吸引了 就暂时我可能好像可以暂时放下这个问题 我进入到一个有好多新鲜的东西 好多我想学的东西 好多我过去都不知道的事情 那我投入在那工作 可是七八年之后 我大概也明白这个事情之后 我就内在的那个渴望又跑出来 所以我又去念了一个研究所 所以我就到南华大学 去念了一个哲学研究所 等我念完这个哲学研究所的时候 我才可以理直气壮的说 我们没有办法透过知识 透过阅读来明白什么是生命的真理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甚至我后来遇到了 就是我们讲堂 我遇到了其他的学生 有一些学生 他也很想去念一个文科的研究所 来找我谈 他本科可能是学电脑的 可能是学程式设计 他就跟我说 他很想去念一个哲研所 想要去念一个心理学的研究所 那我就跟他聊天 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想要做这个选择 他就说他感到生命有一种空虚 一样 其实就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其实那个问题是跟我一样 就是 就是到底什么是生命的真理 就是内在 怎么样让我们内在那个不安 能够安下来 所以聊一聊 聊一下我就知道是这个问题 那当然去念我们 他如果真心想念我们当然是鼓励 可是我总是回答说 没有办法透过语言 我会把我这个历程跟他们分享 我们没办法透过语言 透过知识 透过阅读 知道什么是生命的真理 没有办法 对 这就是庄子要讲的 反而是去感受 对是 不单单是感受 庄子讲的是说 你用语言去追求真理 追求不到 追求不到 你想要别人通过语言来告诉你真理 没有办法 这就是庄子要讲的 所以其实世界上有多哲学书怎么看都会有bug 对不是对你把它变成一种思辨的话 你把它变成一个思辨的叫格套 好像一个套装软体 你把它变成一个思辨的格套 其实对你一点帮助也没有 对 它只是一个头脑的游戏 一个逻辑游戏而已 其实对你没有真正的帮助 好那么就要回来 那么怎样会对我们有真正的帮助 做什么事情会让我们好像可以跟真理靠近接近 要听我答案吗 要要听你答案 我就是想要听你答案 我觉得要先问自己 先问自己什么 要什么 对先问自己要什么 先问自己怎么样才踏实 就是怎么样才真实 对 这个答案太好了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你就是一个天生的隐居者 你就天生的哲学者 对我都会先问自己 我要做什么样才踏实 怎么样才真实 对 那个关键 因为其实你做那种不踏实的事情 你是会心虚的 你会离他 离那个所谓的生命的真理越来越远 对 所以你如果是做 不是你真的想做的事情 其实是你会距离那个越来越远 对 好 那你刚才讲那个东西 我想把那个重点放在 做 而不是 放在想 想 对 就是要放在做 就我们接近真理的这个过程 不是一个知的过程 不是用我们的头脑 所以 因为不是用我们头脑 所以我们去学心理学 去那个没有真正的用处 但它不是一个知的过程 嗯 它类似于 我自己做一个比喻 它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你骑脚踏车 你会不会骑脚踏车 会 你什么时候会的 小学六年级 好 你是读书会的吗 不是 就是去做 我们没有办法 读一本 教人家读脚踏车的书 然后你一读说 啊 我明白了 然后你马上跳上脚踏车 你马上会骑 是这样子的吗 不是 不是 所以我觉得要先 open mind去感受去做很多事情 对 就是我们接近真理的过程 当然这是一个比方 这只是一个比方 我认为它比较像 我们学骑脚踏车的过程 而不像我们阅读的过程 它不是一个读书的过程 也不是一个做数学的题目的过程 它比较像是我们学骑脚踏车的过程 好 那我另外再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 第一个我刚才讲 我们没有办法因为读了一本 教人家怎么骑脚踏车的书 那我们突然就会骑了 我们不可能 不可能有没有人这样子 骑脚踏车的吗 可是 那我现在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一个 已经会骑脚踏车的人 他用语言 用语言教另外一个人说 你就这样骑那样骑就对了吗 有没有可能用语言教会另外一个人骑脚踏车 不能 不能 为什么 因为他还是没有切缺的感受到 对 但是你可以先统整跟他说 让他自己心里有一个 有一个大概知道可能会 发生什么事情 但都绝对不是他自己 但是没有办法真的 教会一个人骑脚踏车 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就是我用骑脚踏车这件事情 就是刚好可以说明 第一个 我没有办法透过阅读 透过知识 来会骑脚的车 第二个 即使别人已经他会骑了 有一个真实的会骑的一个人 那么他来教你 用语言来教你 有没有可能用语言教会你这辆车 也不可能 这就是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 就我跟那两个隐居者 一个他答不出来 因为他就知道这个不是用语言讲的 可以讲 第二个就是他想答 就是他很想传递这个会骑脚踏车的过程 可是又忘记了 因为这个也没办法用语言表达 可是皇帝说可以 皇帝就是那个写那一本 教人家怎么骑脚踏车书的人 他就是写那本书的人 可是我跟你讲 即使某一个人他写了一本脚踏车的专书 也不代表他就一定会骑脚踏车 因为写书跟骑脚车毕竟还是两件事 但是皇帝还是有贡献的 因为他让后代的人知道到这件事 就是有脚踏车这件事 虽然这个庄子这个故事 他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什么是到 可是他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透过语言 透过知识去了解最高的 这个生命的真理 没有办法 我们也没有办法 透过已经具到生命真理的人 他用语言来教我们 什么是生命的真理 也没有办法 所以只能靠自己 只能靠自己 只能靠自己 对问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呢 我现在教导在教导 但是我讲的也是空谈 因为你还是会不知道 就只能靠自己 嗯 去感受你自己要什么 你的真实踏实是什么 然后再来就是 去打开心胸 去投入任何事情 然后每件事物给你的感受 对是是 然后慢慢的才 然后慢慢的才 才有可能 真正间接近真理的过程 嗯 当然这个过程你可以 还可以在 在过程当中 你还可以再感受更多 那些也许可以越感受越深 越感受越深 嗯 然后 其实最后都是 每一个感受都必须是 很真切的 嗯 很真切的 很 他给你差不多的东西 很踏实的 嗯 这个大概是 我们只能大概这样子描述 嗯 那没有办法把那个答案讲出来 因为没有那个真正的答案 那个答案没有办法用语言讲的 对没有办法 所以你们现在听的也都是一切空 连我们两个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听我们的空谈